主赛派安昆吹向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但是由于广州队的球员太着急了 他们提前过了半场要重新开球 球还没出血 所以看要打一个开球了 有个战术应该是 应该回船往身后打 比赛正式开始 这里是腾育体育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共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而且其实广州队的这个看看什么源了 看看这一次 三个人在球前 伞球出跑 右脚直接射门 1比0 中场大叫散球 中车手球来了 第二场比赛打了10分钟 罗马尼亚的当鸿裹脚 打出一较精彩的任意球得分 真漂亮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人强 首先第一个广州队的身高谱 再加上守门员其实这时候反应慢 谢鹏维上个赛季在苍州雄狮效力 表现也很出色 之前也是冠军江苏的历程员 给右侧漂亮 看看这次邓汉文 直接传中打后点 有机会投球 看他这跑动 其实埃德米尔森的这个特点 它不是这种 打到后点 好球 投球 这边还是挺高了 直接传到后点 第一阶段我估计遇不着了 因为奥斯卡没回 奥斯卡回来现在应该打不了 打不了 看看这次有机会 戴维森投球坐 谢鹏飞的机会 停住 坐脚打门 力量小了 再射 2-0 蒋光泰解围慢了 戴维森在中路 抢在蒋光泰解围身前 把球挡进了大门 蒋光泰明显身体状态不在最佳 露过来 投球点的漂亮 没有越位 谢鹏飞实际上第一下就应该进 没打好 没打好 出来蒋光泰就解围 正好是替代了 戴维森的腿杖 他这阵型保持得很好 就标准的一个 防守站位是5-4-1 看个这一色 进去里边 韦潮的射门 1-2 这球应该越位 这球应该越位了 因为当球出来以后 其实他还是很明显的 对吧 你看 大概有相近5米 对吧 大概3-5米的距离 这球 助理裁判 还是采用了 这个延迟举棋的策略 谢鹏飞 左脚直接打门了 这把门匠失误 这大理啊 这也没进 看看现在右侧的角球 伞球开起来 前点 锦区里边很乱 左脚的射门 因为阴亚级 他这算是内缘 内缘 起球到后点 有机会 蒋光泽摆下来 这球顶得到了 阴亚级的身体上 两个人在角齐区 好球 戴维森 给出来 有机会 埃德米尔森 左脚直接转弧顶 有远程的机会 第一下没拿住 邓汉文 靠身体扛住 吴少松 再传 漂亮 谢鹏飞 打门 3-0 谢鹏飞 这小球打得非常精彩 这个球啊 说句实话 就是经验的问题 武汉三镇打进第三球 咱们这边也为大家送出红包雨 大家可以参与活动了 而且这个球啊 你看 蒋光泰 如果他身体状态好的话 这时候他可以提前的移过去 而且应该是有机会铲到 对 这时候他其实已经移不过去了 传的也可以 凌桀撤到中场 再转右是失误 卡基又来了 戴维森 左侧有队友 从下不敢拨 戴维森自己射门 你看 这个球啊 他还是有点贪了 这 这 三镇现在这些阵 我们来了 又是一个抢断 戴维森 有三个队友在接他 等一下给左侧好机会 进距离员 右脚的推射 4-0 张晓灭进球了 4-0 我说了吧 这个球这么打下去 我就说了 戴维森停了一下之后 等了一下中场的后腰插上 这球强的也好 这右边完全回不来人了 然后张晓灵很冷静的 一个右脚推射 打向远脚 4-0 腾讯体育继续为大家 送出进球红包雨 大家可以参与 我们的抢红包活动了 这球打的还 好球 传得漂亮 后卫解位失误 这边推人犯规 推的话 有可能在进区外 这个要看维亚 但是他 要提醒 但是现在问题是 他是一个最后一个防尔队员了 他自己去还是怎么着 他是给的黄牌 两黄 两面一红 两黄一红 他会不会打圆脚 三球 右脚 直接打圆脚了 漂亮 两极任一球直接得分 上不场比赛 打进脚 下不场比赛 打圆脚 你觉得他可能还要打进脚呢 你提前移了 他打你一个反向 这个球是完美的角度啊 换欧洲的门将也扑不出来的 三球打得太精彩了 就说像这种物美将来外 得要什么 得要你自己去挑 埃菲尔丁 左脚的射门 这球打骗了 斯坦球再给右侧 德汉文上 德汉文穿当过人 倒进去里边再趟外线 再穿回篮 马尔康的机会 马尔康又掉了射门 6比0 6比0 马尔康也收获了进球 你知道他以前是干嘛 他以前最早是打篮球的 在巴西 而且他篮球打得特别好 他还能扣篮 现在咱们继续送出红包雨 屏幕上出现了666的字眼 这是本场第六个紧球红包雨 比赛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 还在攻 到进去里边 那些还在过 没过去 没劲了 杨浩洋没劲了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武汉三镇 是在他们的第二场 中超比赛里边 6比0 击败了曾经的中超霸主 广州队 两场比赛打进十个进球 没有丢球